hello大家好 前幾天我們做了個視頻 如何讓你的電腦遠離熊孩子 建委提到的 要給大家推薦一些適合放假在家玩的遊戲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具體有哪些遊戲吧 首先說一說PC的遊戲 畢竟我們大部分的粉絲還是PC用戶嘛 第一個是最近很火的一款休閒小遊戲 具有250教 叫Among Us 在我們之中俗稱太空狼人殺 一群宇航員在飛船上 空間裡以及外星人表面完成任務的遊戲 當然在我們之中是有內鬼的 內鬼的任務就是隱藏身份進行破壞和暗殺 嫁禍給其他人獲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好人完成了或者內鬼被流放了 那麼內鬼就輸了 簡單的投票制 玩過狼人殺的人應該再熟悉不過了 遊戲在sleep平台發售只要22元 十分便宜 4到10個人玩家進行遊戲 對配置的要求很低 並且在手機上也是可以玩的 另外比較有意思的是 手機上的版本是免費的 還和電腦上的版本互通的 迪費電腦的福音 第二個遊戲還是狼人殺還是抓內鬼 更加刺激和懸疑的遊戲 Project Winter 東日計劃 在東日計劃這款遊戲中融合了大逃殺的元素 好人需要完成任務呼叫救援防止暴風水的襲擊 同時玩家中也有內鬼負責進行破壞和擊殺 阻止好人的逃生 除此之外 好人陣營裡面有身份竊賊 可以竊取他的身份 投入計劃發售在steam平台 價格是70元 精緻的畫面 露漏氣的玩法 或者是一個平台遊戲中頗為不錯的選擇 同時遊戲內置距離語音系統 可以讓玩家更加融入進取 獲得較為不錯的沉浸感 第三個是大家都在玩上班摸魚的力氣 唐鬥人終極淘汰賽 作為橫空出世的闖關遊戲 唐鬥人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和アフォト聯動 別做星台的遊戲模式 各種硬間關卡 和玩家鬥智鬥勇 就是遊戲的元素 看起來輕輕休閒的界面 聲明讓遊戲如此緊張和刺激 這也會說遊戲能火變全球的原因吧 反殺門還是很舒服的 玩法不用不在這裡做過多的介紹了 操作簡單粗暴 就讓朋友看看誰才是火到最後的闖魔大人 遊戲價格58元 發售在steam平台上 時不時也會有些折扣 體驗還是很好的 什麼你覺得這些遊戲太刺激了 想要休閒一點 下面我們推薦一些比較休閒的遊戲了 第四個遊戲是人類一敗途地 曾經蜂蜜全球 雖然最近不恩不火 但是玩家依舊不少的多人解密闖關遊戲 想到第一次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還是笑到不行 人物沒有骨骼 像是一塌淡泥 通過技巧和配合 和和夥伴們闖過層層難關獲得生氣 官方條關卡不多 但是咱們有穿意工法 雖然說也是解密 但是相對來說 截鬥就不是那麼緊張刺激了 還是能促進一根夥伴的感情 出不去 順著網線交流的感情 是再合適不夠的 同樣發出在Steam平台 價格48元 本體僅500兆 配置要求不高 十分適合網絡團件 最後最後 網絡作用現在也是非常舒適的選擇 所以最後再推薦大家一款一定會玩 而且玩得很開心的 很努力曼10 大風10 大風10大家真的是超級熟悉了 在遊戲中加入各種環節的多音特效 畫面質量都很優質 也給了很多裝扮 玩法依舊是經典的大風的回合制 算好自己手上的晶片 來一場沒有硝煙的經濟戰爭吧 遊戲發布在Steam平台 價格為49元 大小大概是兩個G 雖然畫面精美 但是對電話配置沒什麼要求 和朋友一起聯機 來一場海藏淋漓的金融設計 登上百萬富翁的王座吧 看完PC端 我們再來看一看變形設備 先來看一看NS NS還是非常火熱的 雖然說國行所需這事情時俗帶來挺不好的影響 但是絲毫沒有讓掌機玩家對齊的熱愛大幅度減少 今天我們還推薦上了兩個NS上的熱門作品 去年是馬里奧誕生的35週年 馬里奧系列遊戲也都是比照人們的 在紫紫棚有一個不那麼馬里奧的遊戲 它既沒有超級馬里奧經典象徒霸風 也不像奧德塞那樣與各種機關動作動 而是開卡丁車 暴距的碰撞 在線道上飛池才是這個遊戲的核心玩法 它就是馬里奧賽車8 從這開始馬車遊戲出現在SFC平台至今 馬里奧賽車的遊戲玩法一直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動 人之人味畫面從2D到3D 從本地遊戲變成了網遊 人物的建模從像素到精製了3D模型 到了馬車8選擇道具、車車、輪胎、角色 遊戲的玩法的基本上增加了不少的小樂趣 但是並沒有觸及遊戲的核心玩法道具賽 道具和武器的對抗 在道具的夾縫中通過重點線 雖然沒有什麼超級華熱特效 也沒有什麼炫酷的摘動場面 但是玩下來我還是要說這不比博人專要軟嗎 遊戲支持本地多人和網路對戰老少嫌疑 和家人和朋友在這個無法串門的春節 何嘗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交流方式呢 最後說一下這個遊戲的價格 淘寶上基本上實體卡的價格在300元左右 數字版在NS香港上定價是429港幣 不算太貴 畢竟Switch上遊戲比別的平台大普遍貴一些 說完了馬車8我們來看一下更加休閒的遊戲 集合了動物森友會 其實這款遊戲已經發生快一年了 輻射了全球各地的YS玩家 但是目前銷量還是很高 比較火熱 開放自由屬於自己的島嶼和鄰居好友互動 去他人的島上或者邀請他人來自己的島上做客 沒有什麼緊張刺激的節奏 休閒讓人睡著的小任務和活動 最離譜的是這個遊戲的時間和限時時間是同步的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加打發時間嗎 這個遊戲事處養生 自己設計衣服自己設計房間自己設計人物自己開發島嶼 NS香港商城數字版是429港幣 價格還算是失蹤的 這裡要替大家一句 NS的連機需要NS的會員支持 這個會員費用支持 記得開加速器 如果說你連NS都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看看手機嘛 手機總應該有了吧 手機上今天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爛的遊戲 鬥地組的話就太慈善了 麻將的話也不是所有朋友都會打 那就只好下個原神玩一玩了 比起最開始的時候有了一個好友的交流系統 高配QQ嘛 只能打字 約上好友一起打個本 舒服 最近開放雪山地區勉強夠玩 除了主線劇情涉及到冒險及等級會斷篇的話 劇情太短不太公開以外 角色升級只能靠經驗書以外 其他也沒有什麼太多不爽的地方 剩下就是看你是干地還是科技大佬了 歐皇是人不存在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高到有些離譜的配置要求 不過好在其實PS4也是鎖30 PC鎖60 至於手機的嘛 其實能完美運行的估計沒有幾台 好在開地畫質也不會影響太大 探索開放時間去消磨時間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重要是這個遊戲是免費的 如果說你實屬沒有朋友的話 那麼最近賊火的河山大西瓜也實屬可以考慮一下 玩法簡單夠消磨時間看著也沒啥好玩的 無所謂玩一玩 哎呦一下就凌晨三點鐘了 這個遊戲還是很容易上頭的 簡單的遊戲方法 合成大西瓜的成績管還是非常舒服的 今天這個春節期間的遊戲推薦就到這裡了 如果說你還有什麼更好的遊戲推薦的話 也歡迎留言大幕與我們交流 如果觀眾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一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的YouTuber 你們的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電腦 今天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TLOK 那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鋪 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所有商品潮玩客 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